大家好,欢迎来到漫游频道 本期视频我们来到中国西南部心脏地带的卢孤湖的迷人世界 加入我们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旅程 探索宁静的水域 雄伟的山脉和充满活力的文化 这些文化定义了这个迷人的目的地 沉浸在中国最后一个母系社会摩缩人的传统中 见证自然与遗产的和谐共处 从博物笼罩的海岸到神圣的岛屿 卢孤湖以其迷人的美丽和丰富的故事吸引着您 准备好被卢孤湖迷人的魅力所吸引吧 卢孤湖是中国四川省梁山州沿源县 与云南省宁浪县交界处的一个湖泊 是川滇梁省共同管理的地区 湖的东岸属于沿源县 东岸的一个镇被称为卢孤湖镇 卢孤湖中确实有一些全岛 半岛和长岛 这些地形特征使得卢孤湖的景色更加丰富多样 这些岛屿和半岛一般高出水面15至30公尺 为湖景增添了层次感 每年6月至10月期间 卢孤湖湖水从位于东岸的出口流入前所河 随后注入盖祖河下游称为永宁河 在金沃龙河又称沃洛河或沿源河 汇入礼塘河 最后 这些水流汇入长江上游干流断的金沙江之流 亚龙江 属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水系 周围环绕着群山 其中格姆女神山高耸湖畔 为湖区增添了壮丽的山景 后龙山则深入湖心 是卢孤湖呈现出马蹄形状 这些山巒的存在为卢孤湖增添了独特的地貌特征和美丽的自然景观 这是中国第三大深水湖泊 位于横断山脉的东侧 海拔约2690米 湖泊面积约为48.5平方公里 最大湖深达到93.5米 它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摩梭文化而闻名 摩梭族是卢孤湖地区的主要居民 他们有一套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家族传承制度 摩梭族以母系社会为特点 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她们以走婚制度注明 男性和女性在婚姻关系中保持独立 女性拥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 卢孤湖周围的自然环境非常优美 湖水碧绿清澈 周围山巒环绕 森林茂密 是旅游者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游客可以乘船游览湖上的岛屿 欣赏湖光山色 还可以体验摩梭族的文化风情 参观摩梭族的民居 品尝当地美食 鸽摩梭族的民居游览湖周围 是该地区最高的山峰 海拔达3754.7米 根据摩梭族的神话传说 这座山被视为格姆女神的具体化身 在摩梭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中 格姆女神是非常重要的神灵 被视为女性守护神和生育之神 转山节是摩梭族的传统节日 摩梭人会在特定的日期上山 向格姆女神山祭祀女神 表达敬意和祈福 这种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 在摩梭族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也是摩梭族文化的一部分 格姆女神山作为摩梭族的圣地 吸引了许多摩梭人和游客 前来朝拜和参与转山节的庆祝活动 后龙山是卢孤湖中 一座长达四公里的长岛 犹如歇入湖心的地标 在摩梭族的神话传说中 后龙是一个男性山神 与格姆女神是一对至爱情侣 据传说 后龙山和格姆女神山 象征着后龙和格姆女神的化身 他们在摩梭族的传说中 成为一对情侣 白天 后龙山和格姆女神山 隔着卢孤湖相望 而晚上 摩梭族的走婚制度 使得男女可以在这两座山之间 共度两宵 这样的传说和信仰 反映了摩梭族的文化和宗教观念 后龙山作为卢孤湖中的一个特殊地标 也成为摩梭族文化和转山节等传统庆典的重要场所 鸟绝山位于后龙山脉 隐藏在茂密的山林中 是摩梭人进行转山仪式的古老道路的所在 这条古道穿越后龙山脉 沿途经过博鳌湖湾 最终通往洛瓦摩梭部落村寨 这条道路可能是摩梭人进行传统转山仪式时使用的通道 转山是摩梭族重要的宗教活动 摩梭族人民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上山进行祭祀和朝拜 洛瓦摩梭部落村寨可能是这条古道的终点 这里是摩梭族人口聚居的地方 也是摩梭族文化和生活的重要代表 1949年后 中国在第一次民族识别中 对卢孤湖畔的摩梭人进行了识别 根据分类 云南卢孤湖畔的摩梭人被归类为纳西族 而四川卢孤湖畔的摩梭人则被归类为蒙古族 民族识别是对不同民族身份的辨别和分类 通常涉及到语言 文化 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考察 然而 民族识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其中包含着历史 政治 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 民族识别的结果可能受到不同时期 地区和政治背景的影响 因此 对于同一个民族群体在不同地区的归类结果可能存在差异 摩梭人拥有独特的母语 被称为摩梭语 它属于汉藏语系中的藏棉语族已语之 摩梭语可能与沿原县其他地区的蒙古族语言存在一定的相通性 然而 摩梭人并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或文字 他们的语言主要是口头传承和交流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 许多民族和部落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 他们的文化和知识主要通过口头传统来传承和保存 摩梭人的文化被称为达巴文化 它是摩梭族独特的文化体系 摩梭人信仰藏传佛教 这种信仰体系在摩梭族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 道德观和生活方式 摩梭人是中国唯一仍存在的母系氏族社会 他们实行一种被称为走婚的婚姻制度 在摩梭人的社会中 男性不结婚 女性也不嫁出去 相反 他们会建立一种特殊的伴侣关系 被称为阿祝和阿夏 阿祝是指男性伴侣 阿夏则是指女性伴侣 摩梭人的走婚制度 允许男性和女性在夜间相互约会和交流 但白天他们会各自回到自己的母系家族 子女通常随母系家族生活 由母亲的家族负责抚养和教育 这种制度下的家庭结构和权力传承都以母系为基础 摩梭人的走婚制度 在摩梭族社会中 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功能 它保留了母系社会的特点 强调女性的地位和权力 并维系了家族和社会的稳定 摩梭人保留了母系家庭制度 被称为神秘的女儿国 在这种家庭结构中 母亲在家庭中拥有主导地位 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制度 意味着家族的血缘和财产的传承 是通过女性一代传给下一代的 母系家族中 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她们负责家族的经济 家务和决策事务 摩梭人几乎全民信仰宗教 除了原始宗教达巴教外 他们也信仰喇嘛教 达巴教是摩梭人独特的原始宗教 与他们的文化和生活密切相关 喇嘛教则是一种藏传佛教的分支 它在摩梭人社会中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